第二题,甲义两车使用相同规格的千序电池,乙车因电池的电能耗尽,俗清欲使用导线连接甲义两车的电池,利用甲车电池的电能来发动乙车,则俗清因以下列哪一种方式连接两车电池才能发动乙车,又能避免伤害到乙车的电路。 这里考的是千电池的充电,老师上课的时候教过了千电池充电的时候必须要正极接正极,负极接负极,所以我们从图里看了出来,有正接正负接负的就是我们的选项C,所以我们第二题的答案选的是C。